风流成性的乾隆身边妃子确实不在少数 但真正身份高贵的嫔妃并不多 其中一位是复查皇后 一位是叶赫纳拉氏 还有一位便是淑妃 淑妃不仅长相秀美 而且对乾隆可谓一片痴心 乾隆对她也是十分照顾 十三岁入宫时便让她有了无上的赏赐 在其他妃子眼中是渴望而不可及的宠卖 然而出身高贵的淑妃 却让乾隆非常忌惮她能够怀有甚孕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淑妃是十三岁时入宫的 入宫之后不久便被皇帝册封为嫔妃 而后来也将她生为了贵妃 反短几年她就已经连跨几级 让身边的人眼红不已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由于她的出身非常显赫 她的身份甚至比皇后还要高贵得多 淑妃的曾祖父叫纳兰明珠 她的祖母是铁帽子康亲芒的郡主 她的父亲是康熙亲自为其取的名字 她的母亲则是都统的女儿 也是一品高明妇人 身份如此显赫 而且她祖上还有一位著名的辞人纳兰荣物 自然进入皇宫之后 乾隆必是会高看她一眼 因此她刚进宫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贵人 之后不久又被册封媒书品 在后宫当中 她的位置与五娃哥的生母平起平坐 一个刚入宫不久的小女孩 就已经得到了如此的赏赐 可见乾隆对于淑妃除了宠爱之外 更多的是忌惮她家族的势力 同时也要给足他们家足够的排场和怜悯 加之当时的淑妃还没有子嗣 如此册封 确实也会招致其他人的不满 由于当时年纪太小 乾隆并没有过分宠卖这一位妃子 直到复查皇后去世 而那年正巧淑妃二十岁 正是得宠的年纪 乾隆对她也是宠爱有加 因此常常会将她戴在身边 由于出身高贵 因此她情奇书画读略懂一二 有着非常不错的文学素养 加上她本来就是书香门第 因此她得到了乾隆很多的宠爱 还有就是淑妃这一个人性格非常温满 贤娘淑德 十分对乾隆的胃口 乾隆也会时常翻她的牌子 喝了那么多年药 好不容易有了十二个 且还是没能留下她 是臣妾对不住皇上 尽管得到了乾隆的宠爱 但是淑妃却没有为乾隆生下什么次次 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 还不招乾隆的待见 甚至连名字还没给娶上 人就已经夭折了 之所以乾隆不希望淑妃怀上儿子 是因为淑妃的母族和乾隆的爱心绝罗 一家其实是有着世代的恩怨 当时淑妃所在的叶赫纳拉市 不仅扬言要将与真族全部灭掉 因此两个民族之间是有着一定的矛盾 但即便如此 叶赫纳拉市还是不断地向青王朝 输送了不少的美女 不过也正因为淑妃的家族背景 实在是太不庞大 乾隆生怕这个儿子的将生 会到之母平子会 继而谋权篡位的可能 这也是为什么乾隆会十分害怕淑妃 给自己怀上儿子的重要原因 但即便如此 乾隆对于淑妃的崇拜 也是非常让人嫉妒 毕竟淑妃长相单装 而且个性温柔 在乾隆的一众嫔妃当中 她算是非常出彩的存在 只不过后来复查皇后去世之后 乾隆却一直没有将淑妃 立为皇后的想法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是淑妃进宫的时候 和复查皇后离开的时间相差太短 因此不适合让她立马接替皇后的位置 加上如果要选一个母仪天下的代表 家族身份显赫确实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更多的是一定要有自私的传承 当时的淑妃并没有为皇上生下一二伴女 如果强行将她立为皇后 不仅会让很多大臣不满 同时也会让淑妃陷入水深火热当中 对于乾隆来说 她可以宠爱淑妃 但是她不愿意让淑妃生下任何孩子 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淑妃骨子里流淌的叶河 是的血液会将自己祖上流传的基液给毁于一旦 另一方面也是害怕淑妃背后强大的家族实力 毕竟她的身份可比当初的复查皇后要高出许多 作为身份如此高贵的女子 在宫中倘若得到更多的权势 一定是要有所忌惮的 这也是为什么乾隆一直都不敢让淑妃生孩子的主要原因 在封建帝国当中 很多的皇室连衣卫的事只是能够相互制衡 以及保证自己家族血脉的传承 因此这些女孩变成了家族利益的牺牲品 她们既要待在皇帝身边保全家人的安全 同时又要被皇帝当作筹码 让她们来制衡自己家族的实力 这也是为什么在清朝时期 很多妃子即便得到皇上的储卖 却依旧没有办法生孩子的原因 这些生于封建时代的女子 根本就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根本没有办法去选择自己爱一个人的权利 她们一出生可能就已经被作为了政治联姻的棋子 或者是成了男人的附属品 没有办法体现自己的价值 即便她们在怎么努力 在怎么优秀 依旧是在男尊女卑社会下的一个可怜产物吧 好比书妃她尽管琴棋书画样两精通 性格温满 约人怜爱 但最终还是因为自己家对于皇帝的威胁 最终也没有成为皇后 即便是成了乾隆心中白月光之一 但也依旧无法摆脱自己悲催的命运 这也是身为古代女子的悲哀吧